洪海日前正式发表三款自主开发的电动车 董事长刘洋伟有信心将由品牌大厂采用 而先前印尼投资部长巴赫里来台 与洪海集团会晤 刘洋伟表示具体合约签署将会在今年落实 包括两轮以及四轮电动车 玉山科技20周年专题论台聚焦电动车产业趋势 点点荣誉副董事长宣明志 预估未来电动车产值将会是晶圆代工产业的20倍 是个人电脑加上智慧型手机产业总和的两倍 高达1.98兆美元 电动车要用各号IC呢 以前也就不少了四五十种 那现在呢会超过150种 全世界有IC产业的国家呢不多 而我们是少数有的国家里头 并且兼聚方坠和IC底赛和它互动的最强竞争力的地方 台湾本来就有相当基础的IT产业跟电子零组件的这个产业呢 只要往前跨半步就可以去跨到一个产值更高 市场更大的这个汽车产业 产业大佬看好台湾发展电动车产业 鸿海董事长刘洋伟表示 所有传统车厂现在面临的挑战 就是软铁与IC半导体 这正好是台湾的强项 只要重复发挥在汽车产业应用 就是台湾的机会 不要做单一的原件 我觉得我们应该做module 甚至做到subsystem T1的厂商 我们有点距离 但是我们可以作为 supply chain里面非常重要的角色 核联网自动驾驶 所以全球来看 欧洲 美国 日本的电动车 如果要找系统厂商 它目前当然不会找中国大陆 因为刚刚副院长讲中美贸易战 至于对台湾政策的建议 工研院院长刘文雄指出 政府应该要帮助企业升级 发展第三代半导体 还有电动车关键设施充电桩 也需做整体规划 新唐电视 陈辉谋张元亭 台湾台北采访报导